最近真的很忙 忙完中環店的開張之後 現在才有時間靜下來休息一下 還有一件事是放不下的 在旅行之前有收到一個留言 考考我 有一個新手說 有幾樣東西想符合他的要求 他是沒有使用過Leica鏡頭的 想試一試 首先他希望找到一支鏡頭 是定焦來的 可以拍到很大風景 一般廣闊一點的景 去旅行就不少了 可以拍到近景 近景可能拍一些特寫 又或者拍一拍食物 鏡頭吃鮮 就是這一類 再者會用到單反 無反 或者在將來會用Leica相機 可能會用Leica M的數碼 還有棘手的地方 就是預算有限 大約有6000元左右的預算 你們心目中有沒有什麼鏡頭 可以符合這些要求的呢? 觀看 大家好 我是M&K Cammer 蓬菱奇 因應一個新手的留言 我正反側 casa 幾天 我想一想 已經想不到 這個要求 是怎麼辦 因為單一這個要求 就根本沒有難度 比如說 用一個定焦鏡頭 沒什麼問題 定焦可能Nikar最常用的是 21、28、35、50、90 拍到大風光一般的情況 會是21mm至35mm左右都可以的 視乎廣闊度有多高 而拍到近景方面 M鏡頭真的會比較有限 一般的情況 最近對焦是0.7米左右 如果要近一點拍攝性物 可能真的有這麼寬 就拍不到這麼近 近期出了三支鏡頭 是可以拍得近一點的 比如說M35APO 二光圈那支 35、1.4、11726或者11727 分別是黑色和銀色的 還有新款的51.4 11728和11729 這幾支都可以拍到比較近的 分別是0.3米、0.4米和0.45米 但是在價錢方面 這幾支都超級標的 摸起來也要4萬元左右 所以在預算方面 應該就無法符合這位朋友的要求 唯有選擇可能是R鏡頭 R一般的鏡頭拍得相對來說 是會近一點的 如果這麼多樣都可以符合到的 相信真的不多選擇 我想了很久就想到這一支了 這一支就是21mm 雖然我沒有帶到遮光罩來 看上去是比較小的 其實如果是鏡頭的本體來說 就是這麼大的 也不會很大支 21mm 之前我經常都說了 21mm是92度的視角 我想我們比較高一點 就算是90度 90mm大家就會有一個概念 是一個直角來的 可能在拍攝的時候 就自己預算 大概拍攝的範圍是幾闊 其實也不用看鏡頭 就已經知道大約拍到什麼範圍 我覺得這件事也挺好用的 而這支鏡頭就... 譬如說現在看到這裡就無限遠 接著近一點就已經是5米 3米 2米 這樣就已經... 胡椒也能猜到這件事了 那再近的話 你說近攝呢 可以去到幾近呢? 是... 0.2米 0.2米它是算什麼呢? 不是算鏡頭前面 是從後面算起 就是說你的鏡頭 那個相機 那個... Phylm的位置 是一個Sensor的位置 數起來 計算出來 其實真的只有這麼短短的 這麼近的 對著主體來說 就縮起相機和鏡頭的部分 可能只有這麼多 很少的位置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 是拍攝得非常近的 雖然光圈不大 但是這些鏡頭 一般的情況 都是拍攝一些大風景為主的 近景來說也沒問題 我也試過這支鏡頭 在室內環境 普通暗暗的燈光 拍攝的效果也不錯 有時候你會心目中在想 那麼可能 闊一點、窄一點 走近兩步就行了 如果是50mm 我要拍攝闊一點的位置 那怎麼辦呢? 可能有些朋友會說 不如走後兩步就完成了 說話是這樣說的 不過 如果當你後面有這麼長 有棵樹 或者後面是懸崖 是海 那些位置不能走 那變成那些情況 就真的要用一些 寬一點的鏡頭 至於在預算方面 這支鏡頭 並不貴的 大約市價是港幣 五千多、六千多 視乎玻璃 以及外觀的情況 而定的 譬如說 如果你在用在單反方面 只要... 如果是Niccoin的話 可能你改一改摺環 那就OK了 如果是EOS Canon的 就加一個轉摺環 就可以了 無反也是不外如是 加一個轉摺環就可以了 那好像加這個 我就加了一個轉摺環 就可以接駁到M 如果你不是說 真的十分講究的話 可以選一個 FIRTH PARTY的轉摺環 可能幾百元 就已經完成了 可以使用了 那我這次就用了一部 Leica的最新的M11 去測試這支鏡頭的 也會加上一個Visiofax 有時候有些情況 可能戶外 會加上一個Visiofax 低炒也會比較方便的 用一個螢幕去對 也是OK的 沒問題的 那這個... 看看當時的情況吧 如果戶內有時候 我還沒測試的話 可能用螢幕去對 可能更簡單的 起碼我頭部就不用塗下去了 這次我就用了這支鏡頭 去了東京 不同的地方去測試 那說話不多說了 那現在我們去片吧 第一站跟大家來看的 就是這個Gundam Factory 高達工廠 那在市區 搭車過來 就不是很遠的 去到這裡 天色很漂亮 開頭都有一些擔心 就在市區的時候 都是灰沉沉的 幸好來到郊區的時候 天色都不錯 都還有藍天白雲 但是也都不算是很曬 那在海邊 海風吹得都幾舒服的 那多數我們看的 都是一些模型 電視銀幕上面看到的 那這次就可以 在現場看到一個1比1的高達 那這支鏡頭就是Y鏡 就是21mm四光圈的 那對於戶外的拍攝來說 就非常適合 有這麼廣闊的鏡頭 可以令到多一些環境的交代 而四光圈來說 一般我們拍大景 其實都收細光圈的 四光圈來說 已經很滿足了 就算到了黃昏時間 雖然天色已經暗了下來了 但是其實交代的環境 現場感也很強 天色灰 可以看到 有燈光 還有地上那些白色的線 都很清晰地交代到 我覺得在下面看 已經很足夠了 最好選擇的時間 可能是黃昏 拍到日間的景色 還有晚上的燈光效果 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是在上面的架上去參觀 我覺得就真的沒什麼必要了 這次我上去 其實很多時候都拍不到什麼想拍的東西 所以在下面拍已經很足夠了 到第二天的日後 就同樣帶上一部M11 還有加上一個Visualvex 2 方便日後拍攝 只要鏡頭加上一個適當的轉接環 就可以很簡單落到M機 日後的陽光雖然很猛烈 但是細緻位置都交代得很清楚 尤其是一個圖人 穿了一個黑白鏡條衣 那個細緻度都很足夠 就真的不像一個1968年 研發的鏡頭 當天天氣也挺熱的 走多半就去了一間咖啡室 彈飯杯凍飲 看到咖啡室裡面 雖然比較燈光昏暗 氣氛不錯 看到外面的光亮 和裡面的昏暗 兩者都是可以交代得到的 繼續下去 就是去到一個火車站的月台 光差也挺厲害的 外面是陽光普照 閃縫下面都是比較暗的 閃縫也有透光的部分 也是剛剛好灑在其中一位乘客身上 我覺得挺有趣 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這支鏡頭運用在車廂裡面 都是寬度剛剛好 拍到裡面的乘客 都不算是光圈太細 不夠亮度 每一部分的交代都很清晰 繼續轉乘下一站的火車 往再深入一部的蓮倉順發 去到行人專用區 旁邊有不少店鋪 可以拍到店鋪 旁邊的景物 亦都可以交代到當時多人的感覺 當時都掛放本地色彩的飾物 紅色配上一個藍天 途經不少是有一些花草樹木 看到有小花拍下來 又想不到拍一些這麼細緻的東西 交代得很清楚 橙色、黃色、白色的花仔很嚴厲 再配上綠葉 份外有一種鮮明的感覺 其中一棵樹 覺得挺有趣 不知道是否風向的問題 好像很有型的髮型 傾向一邊倒 在寺院裡面 掛放了很多信徒的祝福 除了可以看到這些小牌制之外 周邊的人物都同樣可以交代得到 然後繼續上路 在這個地方 如果有看漫畫 藍而當入津 我想對這個地方應該會陌生 有不少的遊客 會在這裡打卡留念 再向前走一點 有一個沙灘 當日很大風 吹到海水變成乳粉 有一層霞氣 在這張照片看到層次感 當日天色有很漂亮的 藍天白雲 配上一個一望無際的海邊 還有一個當年的年輕人坐在這裡 紅帽和格製衣服 令我覺得很有當年的感覺 走到路邊的小攤檔 當然不少得紀念品 小派切的 顏色就很豐富 有黃色、綠色、紅色 廣角鏡對於影大風景來說 絕對是沒有難度 夕陽灑照在建築物上面 看到很強烈的立體感 還有路邊的雕刻 都是許許如生浮現在眼前的 當時已經是黃昏了 開始太陽下山了 一些小小的戰影 挺有趣的 在旅遊區 是不少得一些小擺設 裝飾的 看到這個擺設就挺有趣的 一個玻璃食物 立體感很強 還有相當的光澤感 始終這支是一支老鏡頭 對於影黑白也是有一手的 一個晶瑩、水晶、紅色搶眼鳥居 還有一些玻璃公仔 立體感很強 尤其是紅色公仔 那種質感很強烈 玻璃製拔 有一定的反光程度 所以出來的小拜設是很吸引 亦都很突然 繼續向前走 就有一個停車場 我目標就是去一個燈塔 就看到有不少的當地人在釣魚 其中一個伯伯 站在一邊 簡直是有一種老人駐海的獅耳 Lyka一向 廣角鏡線位非常直 現在這裡可以看到 它的木地板一條一條 線位是很直的 加上海天一線 感覺真的很棒 有當地的情侶 它穿上和服 過來這邊走一下 看看風景 剛剛我也說 一支老鏡頭 對於黑白的演繹 真的會很不錯 拍這個黃昏的景色 現場感滿滿 一個充滿小白花的草地 加上小屋子 很有郊區的感覺 眨眼就去下一站 我們就去吃阿媽咖啡 即是廚師發瓣 雖然環境比較暗 但是配合這支鏡頭和M11 效果一點都不順色 最主要是拍得夠近 現在看看照片 也有一點肚餓的感覺 特別在這裡 魚子一粒一粒 它有一個很強的反光面 嘩 簡直好像凸出來 吃完東西 又去街上逛逛 相信21mm 掃街絕對是它的強項 無論拍攝人物 以及鮮艷的跑車 絕對是不會輸蝕 現在的現代鏡頭 走到累累地 就再享受一杯咖啡 在咖啡室裡 就有一個不錯的擺設 我覺得造工挺有趣 挺漂亮的 順便拍下來 接著咖啡就到 總括而言 一支60代出品的鏡頭 到現在來說 相當不錯的 不知道你對這支鏡頭 又有什麼感覺呢 會不會改觀了 你對R鏡的想法呢 歡迎你在下面的留言板 留言 聽了我剛剛的分享 和講解上片 大家如果覺得這支鏡頭 是有用有幫助的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